天使周四蓄战光芒 二刀流大谷相平先发主头打第三棒 二局上二出局对上光芒外野手凯迈尔 结果投出一颗偏高只插球 让对手抢到得分先机 凯迈尔赛后高兴的向外媒表示 自己以后要和孙子炫耀 从大谷手上敲出一支拳背打 不过凯迈尔在四局上还是被三阵出局 回稳的大谷用四上四下 加上全场第一次三球三阵结束投球 打击方面大谷四局下敲出安打 并跑出本季第五次盗壘成功 而天使在八局下站开反攻 尽管天使队沃德带打敲出两喷炮 最后追凭比数 但在之后延长赛中天使还是以2比4输了比赛 同一天另一场赛事酿酒人队上红人 MVP外野手帮主叶利奇完成生涯第三次完全打击 而且三次队上的都是红人队 也让他达成MVP史上首席创举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